阿富汗局势突然发生剧烈变化,被美国打了17年之久的阿富汗塔利班组织,突然之间强势复活了,放弃了农村地区的游击站, 开始在距离首都仅仅100多公里的地方发起了城市攻坚站,加尊尼这个大家并不太熟悉的城市,因为大量塔利班武装分子的集中备攻成为了焦点,此前美军迫于无奈,主动向这个斗争了17年的死敌妥协,寻求谈判机会,可是塔利班拒绝了,塔利班这次直接不给美军谈判机会,聚集了万语武装强硬, 得向美军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发行了大反攻,很显然,这次大反攻,阿富汗塔利班是针对美军而来的,俄罗斯卫星网报道,阿富汗塔利班针对美军的大反攻,已经导致阿富汗出现了大量人员伤亡, 根据报道,为了安全,美军近千名特种兵,悄悄撤到了安全区域,可谓是临阵脱逃,确实在阿富汗战斗了17年,美军付出了巨大代价,高额的战争经费,大量的人员伤亡, 当年美军不相信阿富汗帝国焚场的诅咒,可是如今其开始信了,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指出,美军在阿富汗的17年战争,导致美国从鼎盛走向了衰落,并且这种衰落的态势还在恶化, 该网站认为,多个大国都没有完全征服的阿富汗,看来美国也很难改变历史了,据法新社报道,塔利班在再升级期间,绑架了三辆大巴车,扣留了20多军警,将平民全部放走了,这就是其拒绝阿富汗政府停火三个月的信号,也说明其对美军支持的阿富汗政府,反攻决心非常大, 当然阿富汗塔利班的反攻不仅仅是城市争夺战,还有系列的配合活动,比如像美国使馆附近各发射数枚火箭弹等,根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,根据阿富汗政府请求,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组织阿富汗境内的十多个武装派别进行谈判,为啥选择在俄罗斯,军事专家指出,这是因为俄罗斯已经成为阿富汗最信任的国家之一, 此前阿富汗政府还要求俄罗斯驻军维持秩序,明知山有湖,偏向虎山行,美国当年为啥高调打击阿富汗呢?表面的原因是美国遭遇了9.11,但实际上最核心的问题,是阿富汗战略位置太重要了, 美军攻打阿富汗就是为了打通越过阿富汗,深向中亚五国的战略通道,直接威胁俄罗斯和东方大国的大后方,9.11只是美军的谎言而已,谎言总有揭穿的那一刻,17年的战斗始终没有触动阿富汗塔利班的根基, 这说明当地的民众是支持塔利班反对美军的,同样也证明了美军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,阿富汗战场,我们必须支持阿富汗政府气美独立的努力,尽快将美军赶出阿富汗,当然俄罗斯和东方大国都希望将美军这个心头大患早日赶走, 专家指出,现在俄罗斯和东方大国,完全可以借助上河和伊朗,将阿富汗美军四面包围,让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, 俄罗斯专家,彼得列夫指出,阿富汗的困境,或将逼迫美军加速对伊朗开战,因为攻打伊朗成为美军摆脱阿富汗困局的最后招数, 阿富汗塔利班的大局反攻,让美军忧心帝国崩溃,这样来看中东局势危险了,真的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